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如果说有什么本事是李高楼最擅长的 那肯定是算命啊 因为别人算命 那差不多啊 那联盟带猜胡说八道 李高楼不一样 照着本念就完了 所以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啊 那任何时候 在小李同学不知道该干点啥的时候 抱着生死簿一准没错 当即他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 他说完之后啊 周围这一帮的人呢 一个个面面相觑 显得极度茫然 唯一的是阿聪相当激动啊 他当年为什么跟着李高楼啊 可不就是知道李高楼是真正的能人一世啊 说不定有一天能让他去世的爱人再活过来 虽然说这事看上去有点扯淡啊 但是阿聪相继 或者说他想要让自己相信 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活下去 那此刻李高楼打算做这桩生意 他自然第一个表示赞同 一瞧着周围的兄弟满脸怀疑 阿聪直接骂了一句 你们懂个屁 算命这门本事 李先生如果天下第二 没人敢说他是天下第一 这话说着啊 虽然感觉有点吹捧 不过李高楼啊 也没多言 自己啊 既然打算做这桩生意了 那的确啊 你得吹出来点东西啊 否则的话 谁相信 又上哪找冤的头去 可还是有小弟啊 觉得这生意赚不了钱 那我们 那我们做什么呀 说完之后 李高楼啊 已经站起来了 就在艾斯城中心 我买一栋最显眼 最气派的鞋子楼 然后挂上我们的牌子 接下来打广告 李高楼显得财大气粗啊 没办法 就在回来的路上 袁天龙履行了之前的承诺 给李高楼转了一百个亿啊 真是一百个亿 真金白银啊 这么一大笔钱握在手里 小李同学 当然是有气势 果然 李老板一出手 小弟们都被吓一跳 原来自己家老板这么有钱 顿时信心满满 开玩笑 艾斯城作为全球最繁华的 几座大都市之一 能够直接出手 在城中心买些最闲言写字楼 只为开个算命公司 这种事的人 那不是土豪的人吗 对于这些个兄弟来说 还有什么是比自己老板 是个土豪 更令人感觉到开心的事吗 而且这土豪一点都不抠啊 众人信心满满的 都出去干活了 而小李同学 则是回到了李屋 给何思琪打了个电话 何家到底现在怎么个情况 一定没人比何思琪更了解 而何思琪对于李高楼 也一定不会隐瞒什么 电话很快接通 那头的何思琪在确定 是李高楼打归来的电话 无比的激动 天知道这几天 他都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啊 那是噩梦啊 李先生 请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我觉得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了 甚至都没告诉李高楼 到底发生什么 何思琪啊 电话接通一张嘴 就是这句话 他内心对李高楼 那绝对是一百个信任家放心 你先别紧张 别着急 何家宅子里到底发生什么了 李高楼先生安慰了他一句 然后问他 白的也都没打听到 比较具体的消息 可想而知 何家把这事捂得有多紧 你不管发生什么了 想要帮忙 你总得让我知道 到底怎么了呀 我们家院子里 挖出了六具尸体 何思琪小声说着 此刻的他呀 也特意回到自己屋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跟李高楼见过面之后 何思琪就感觉自己的父母 好像变了个人 他们的话少了 更多的时候 都是两个人彼此眼神的交汇 也不知道他们都想什么呢 偏偏 他们俩好像相互能明白 从小到大 父母都是非常宠爱何思琪的 正是如此 这个变化显得就有点古怪了 同样也是那个晚上 何臣紧急召集了何家所有人 跟着就把那老院子给挖开了 当时没人知道何臣想要干嘛 这老院子可是何高安留下来的 这位何家的创始人 当初留下了整个何家 尤其这老宅子 如今那价值难以估量 平时的时候啊 哪怕某块青砖上有了个缝隙 何臣都得心疼好半天 结果现在如此果断 挖 给我挖开 直到众人看到院子下边的尸体 六具尸体 摆放的位置相当古怪 居然刚好围成了一个圆形 这六具尸体出现之后 现场可就乱了套了 很多人惊慌失措呀 胆小的差点没昏过去 毕竟大家可都一直生活在这儿 现在突然从地底下挖出这么个东西来 尤其是何家 虽说生活在美洲 但是华夏的一些老传统 那可相当的伤心 当时何思琦就站在父母的身边 他清楚的看到父亲眼中的难以形容的恐惧 不过这种恐惧没持续多久 跟着就从何臣的眼中退去 随后他命令其他人离开 包括何思琦都是如此 现场只剩下他跟邓灵夫妇二人 再到第二天 尸体就不知道去了哪儿了 院子也被封锁了 同时何家开始发出消息 寻找能人一事 何思琦把这几天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然后他就等待着电话那头的李高楼作答 根据何思琦对李高楼的了解 他相信小李同学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 不因为别的 就因为他叫李高楼 这就足够了 信任这种东西啊 你就算是解释了 别人呢也没那么容易理解 李高楼停顿了许久之后才问 啊 我知道了 那找能人一事 有没有什么作用啊 没有 大多数都是骗子 我爸妈也不跟我说 他们现在压根不让我进那院子 我已经纳不说了 只要请你过来 肯定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 他们不信 说到最后何思琦也满脸无奈 他也不知道啊 他父母究竟在想些人吗 自己甚至都把乌卡草原那个可怕的弟弟监狱 都告诉父母 同时告诉他们是李高楼救了自己 如果不是李高楼自己早死了 但是偏偏 他们两口子就是不同意邀请李高楼过来 还不让何思琦跟李高楼联系 这头的小李同学听到这话皱了皱眉 他的确没想到 干什么何尘两口子这么古怪啊 我又没打算掏你们家大米 你干嘛就跟我过不去呢 而且啊 貌似当时催眠的时候还好好的 结果现在就成这样了 这样的话 你这样 你先别跟他们提我 我自己想办法 说话的时候 李高楼心里已然有了办法了 自己的天命公司明天就开业 到时候把名头搞进去 何尘既然会从全世界寻求能人一世 那就说明 他的确是需要帮忙 既然如此的话 只要自己有了足够的名头 由不得他不做出选择 尤其是在这句话拴之后 李高楼啊 在生死部上改了一笔 果然 随着运势等级再度提升 落笔的时候 李高楼觉着是越发的得心应手啊 甚至他自己都觉着 好像自己完全能够把运势 一把抓在手里 当然这只是一种错觉 不过在他做出修改之后 计划好的事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好 我知道了 有什么消息 我再打电话通知你 跟李高楼说完这句话之后 何思琪就挂了电话 再回头 他就看到自己父亲何尘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门口了 我再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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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